在科幻小说里,有一个叫做赛伯格的概念,指的是一种半机械半生命的仿生人。 他们的身体的功能有一部分是机器提供的,另外一部分是生物体提供的。 这些人往往是疯狂科学家为了战争目的造出来的战士。 他们在电影《星际迷航》、《星球大战》、《攻殼机动队》里都有出现。 最近火爆的游戏《赛伯朋克2077》也有这类人物。 这让我们以为赛伯格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里,但真实的世界里至少有一个人也可以算是赛伯格。 他就是英国科学家彼得·斯科特·摩根。 但不幸的是,彼得在2022年6月15日刚刚去世。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,我们后面就称他为半仿生人。 今天的科技参考,我们就来看看半仿生人彼得是怎么和机械与AI共生的。 尽管他的做法很另类,但也许会是今后人类一种常见的生活状态。 彼得本人的研究领域就是机器人。 他出生于1958年,在59岁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功成名就的机器人科学家了。 他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,在机器人领域既有专利也有投资。 可谁也没有想到,就在这一年,他在几次莫名其妙的摔倒之后,被诊断出患有剑洞症,也就是跟霍金一样的那种病。 剑洞症的发病原因至今也没有确定。 疾病表现就是大脑和脊髓中与运动有关的神经元相继死亡,全身肌肉不受控制。 最初只是四肢跟躯干的肌肉萎缩,接着会发展到关键的器官,比如说吞咽、呼吸涉及到的那些肌肉。 最后,当所有的肌肉都不能动以后,人就会死亡。 这个病的患者有三分之一会在一年内死亡。 大家熟悉的霍金,他的病情最开始进展也是非常快的。 但一年多之后,不知道是为什么,莫名其妙地慢了下来,以至于这一拖就拖了55年, 成了医学史上见动症的生存世界记录。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彼得,病程一共是5年的时间。 他和其他所有见动症患者都不一样,因为他利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知识、资源和人脉, 尽最大可能给自己缺失了活动能力的身体,打造了另外一半的机器身体。 并利用这半个机器身体大幅提高了生活质量,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科技的边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大。 在1980年代,彼得就研究过人类跟机器共生的问题, 而且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《机器人革命》。 他在那本书里预言,总有一天, 人会使用那些更耐用的机器取代脆弱的肉体。 到那个时候,人类跟机器会往同一方向演化。 结果,这样的预言,最先就发生在了他自己的身上。 在确诊之后,他马上就决定要打造一副机器人身体, 把将要失去功能的身体补全。 于是,他最先联系了霍金的团队。 在当时的剑动人中,利用机器补全身体功能最豪华的团队就是霍金的团队了。 但交流之后,彼得发现,霍金的装置远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智能。 那套由英特尔提供技术支持的设备并不是他想要的。 于是,他马上动手联系产业界, 给自己的身体定制包含了AI功能的机器。 接着,他果断的做了几场大手术。 简单的说就是,给身体开了三个口, 一个在胃上,一个在结肠上,一个在膀胱上。 胃上的口用来今后灌食物, 结肠跟膀胱上的口今后用来排泄。 而一般来说,这样的手术都是在病人已经无法完成吞咽, 无法排泄,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做。 他呢,却在自己还能吃饭跟上厕所的时候, 就已经把三个口开好了。 因为他知道,不能自主进食跟排泄这一天, 大概率会在一年之内到来。 他要在这一天到来之前, 在自己还能勉强走路的时候, 把这三个口的位置确定, 并且让伤口全面恢复。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定制特殊的轮椅, 和其他与外界沟通的设备。 他定制的轮椅有点像变形金刚, 因为除了可以到处走之外, 还能通过电力竖起来, 辅助彼得站起来。 接下来,他要在身体上开第四个口, 这个口位于喉部。 这样做是因为, 尽管肌肉不停使唤了, 但是唾液跟痰依然会产生。 当肌肉无力咳嗽的时候, 痰就会导致人窒息。 霍金呢, 也是在后来做了气管切开术。 只要这个手术做了, 人就不能再说话了, 因为气流这个时候不能从声带经过。 于是, 彼得在自己还能说话之前, 要完成一个声音AI的项目, 让自己今后切开气管之后, 依然可以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嗓音在说话。 那段时间, 他每天都要去录音室, 把常用的词和句子录下来, 然后由Chedipro和公司用这些录音训练语音AI, 使AI今后可以用彼得的声音朗读出彼得打出来的文字。 这项技术今天的门槛已经比较低了, 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,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, 需要的数据量比较大, 而且效果也不如今天。 但彼得还是在自己将要不能说话之前, 完成了所有60个小时的声音数据的录制工作。 彼得的下一个计划, 是采用非入侵式的脑机接口, 让自己可以操控轮椅上的机械臂, 摄像头, 笔记本。 但实际跟研究团队接触下来就发现, 脑机接口对他并不适用。 因为大部分脑机接口技术, 侦测的神经信号都和运动神经有关, 而见动症受损最严重的, 就是脑中的运动神经元。 所以最后他只能改换方案, 用眼球追踪设备来完成对轮椅上那些设备的控制。 而追踪眼球这项技术, 也是最近几年在AI视觉大幅提升之后, 才变得可用的。 用摄像头配合算法, 就能精确的跟踪眼球的焦点。 彼得需要打字的时候就盯向屏幕, 然后笔记本就会自动打开文本框和软件盘。 彼得同样可以用眼球盯住字母, 这样就可以输入了。 这种技术在霍金的年代是不可能实现文字输入的, 但是彼得的时候已经可以了。 由于输入法也和AI高度融合, 所以联想出来的词会大幅增加彼得的交流速度。 当彼得输入完毕, 那个声音AI就会用彼得的嗓音念出来。 而且彼得还在自己胸前放了一个屏幕, 上面显示的就是他健康时期的样子, 面容和表情都由AI控制。 AI语音用彼得的嗓音说话的时候, 整个屏幕上的彼得也会跟着发音配上口型和表情。 在和人交流的时候, 对方就不必盯着身上插满了四根管子, 只有眼球还能动的彼得了,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有交流感的形象。 彼得把改造自己的经历和使用这半个机械身体的感受, 写成了一本书《彼得2.0》, 里面详细描述了刚刚我说的一切。 彼得和其他见动症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勇敢和专业。 因为对大部分见动症患者来说, 就连医生也会建议他保守治疗, 也就是在不主动损失什么的基础上, 等待生命最后一天的到来。 而彼得在自己还可以正常活动的时候, 就说服了医生, 做了激进的身体改造。 这些手术如果成功了, 当然有可能是他后续打造半个机械身体的基础, 但一旦没有成功, 本来可以安享一到三年的平静时光, 也会一笔勾销。 也许是对未来异常消极的生活环境的担忧, 也许是他对自己专业足够的自信, 彼得选择主动改造身体, 而且最终改造的水平也远远超过了霍金。 就拿说话的速度来做个对比吧, 霍金到了后期, 一分钟只能靠眼神输入两到三个单词, 而彼得由于利用了各种AI训练的输入法, 一分钟可以说十几个单词。 霍金的声音就是那股金属味的浓重的吊点, 并不是霍金本人的声音, 只是因为自从我们听说过霍金这个人起, 他一直就是那个金属丧音, 才让我们以为那是霍金的声音。 但彼得的发声设备发出的声音, 几乎和彼得本人一模一样, 有情感和语调。 并且还有一个屏幕, 实时地模拟彼得的真人表情, 这些也是来自于AI的贡献。 彼得在《彼得2.0》这本书里提到之后的计划, 他认为, 如果能把意识上传到存储设备里, 让意识单独运行起来, 那彼得3.0就来了。 但实际上, 由于脑科学还远没有发展到那一步, 这可能还要等几十年。 在患病的5年里, 彼得过得比一般的见动症患者更为充实和快乐, 支撑他精神的既有改造的成功, 也有对未来的期待。 今天, 很多报道把彼得描述成半访生人赛伯格, 但实际上, 彼得用在身体上的所有的技术, 都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。 我们获取信息跟输出信息的效率与准确程度, 都在以同样的幅度提升着。 而且由于技术进步, 今后20年, 我们日常使用的技术还会大幅超越彼得2.0上的应用。 所以你觉得, 那时的我们算不算半访生人呢? 往来画下来的评论, 因为我们路面提供了解决板码很安全的, 还是我们在过来的评论吗?